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上面那是誰寫的 稍等一下 我們認識玩家寫的 玩家要幫我們管資訊 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 我們這次把我們看到的畫面 我們今天呢 特地 大家應該看到畫面 我們現在從TGS帶回來的 試玩版 我們應該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其實這個試玩片 好像之前就有了 之前的版本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之前是那個E3 不是不是好像E3 他自己的發表會 然後他那次給的版本是有 冒險部分 就是他那時候做比較像RPG 就是有出去抓怪啊 這次的版本 這次是TGS的版本他主要是在 跟大家介紹就是計時賽這個部分 他就是平常大家轉租的時候就是 可以慢慢想嘛 可是這次的計時賽是 他是有時間限制的 就是你可能在5分鐘或10分鐘 真的沒有過那一關的話你就失敗了 然後你過關之後他的評比 就是你在等級在幾個 是看你最大COMBO數 跟你那個花多少時間過關 有點像之前為了比賽 推出那個專用的影片 他這次就是專門介紹這種 就是全國性的比賽這樣 然後他遊戲的場地也設定在一個就是 有點像體育館一樣的地方 很多人在那邊比賽 就是弄得真的很像 好像有這一次 很像個全球 全國競技的那種感覺 全球性運動 好像神器寶貝大賽一樣 對 然後想到灌籃高手的那個全國大賽 所以這次是 第二片那個試玩版的這樣子 不過這次的遊戲畫面真的是 有個大躍進 遊戲畫面很棒 如果平常有玩農族拼圖手機版的人 在看到這畫面會覺得 啊 我的臂槍動起來了 真的超帥的 對啊 對啊 碧槍 我這次以前會出現的 有 現在看到的碧槍 昌劍跟那個 不能加水奶 對啊 水奶 反正就是動起來非常漂亮 講水奶應該大家都知道 對啦 其實 我有玩的應該知道 其實 講什麼水奶啊 火奶 就是在遊戲裡面泛生死 火屬性的奶媽 水屬性的奶媽 這樣子的怪物 大家聽遊戲沒有聲音 是因為這裡沒有聲音 這邊反正 對 這裡沒有聲音 我來比你插話 這邊是拍頭是沒有聲音 是正常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拿回來的 片子 電話片 它真的是實體片 它不是下載序號什麼 對對對 它就是給你發一片遊戲片給你 大手 沒錯 其實以一個就是 玩很久P&D的人來說 我其實比較想要玩到 上一次的版本 嗯 就是因為畢竟 它這次最大主打就是 有RPG的部分 其實我是比較想要了解的部分 可是沒關係 這是可以玩到新的 可以看到畫面 它是純戰鬥部分 非常開心 對 是純戰鬥 好啦 我們就進入遊戲吧 直接來吧 有啊 聲音很大聲 好 快大聲 大聲 欸就是 這次是RPG喔 所以一開始可以選是 你要選男主角還是選女警察 真的好像神奇寶貝嗎 對啊 超像 超級像 而且背後那個頭髮什麼 對啊 嚇死了 不是 他隨便選個名字 他有存檔 他有用就是 他為什麼要存檔 其實沒有啦 就是他 他會存就是你的 就是過關的記憶 喔 這個故事劇情 跟原來的有關係嗎 沒有完全沒有關係 我想說這好像不是這樣 根本沒有故事劇情嘛 他這次故事劇情是設定在 就是一個一塊 王子教寶貝的大路上 正邪對抗 對然後就是人類就可以用大器中精靈的力量化弄得很厲害 然後就是跟龍們就是心靈溝通 然後這一群人就叫做 御龍者 嗯 然後就是就 操縱他們去對抗 那個邪主是講到那個博論吧 人家叫龍騎士吧 不會不會 御龍者 欸欸 御龍者好不好 御龍者比較帥 聽起來比較重 欸你沒有說明書 沒有啊 我看錯了 我有說明書 真的太費用了 真的跟 就是還有那個敵 敵方組織 好像火箭隊一樣 這搞的跟原來的差很多的感覺 對 這個呢 像神保中心 這也超厲害的 這畫面有點像 以前我玩NDS上面的那種 RPG 那種東西 那這次就真的做得很認真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就是 有這場地可以給大家逛一下 然後 這裡有 還可以有勁敵喔 他們兩個 有Light Baru 對有Light Baru喔 說跟這個 這個機器人嗎 說旁邊的女生 火箭隊 上面那也是人 上面那也是人 是啦 莎拉跟沙嘎跟尼克 尼克 尼克火箭隊 我這一代 這個3DS版本的龍珠拼圖 我覺得跟手機版最大的一個 其中一個差別 就是在於 他完全取消那個課金制 就是 以前手機版的龍珠拼圖 有些卡你一定要從 用魔法石頭 你勢必得花錢 那其實這個 就買斷資金 就買遊戲的錢 裡面的怪物人 就有辦法去找到 而且 沒有體力資 就是你愛怎麼玩 愛玩就玩 愛轉就轉 那這一次主要是 大家需要看新手教學嗎 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 有可能第一次接觸 我插播一下 因為本來那個 GTA5 有收到清潔波 但是後來因為 他要10月1號 才有辦法讓我們玩 所以先延期 對對對 Online模式 他們不管怎麼樣 所以先延期 對 就請繼續 不好意思 好 多人模式來教一下 這邊就是 訓練 新手訓練 大家教我們這個遊戲 到底怎麼玩 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 畢竟還是有可能 沒有人玩過轉珠 好 拿槍打他嘛 不是啦 就是 底下下畫面 就是我們放珠子的地方 然後上畫面就是 下面呢 是我們的 隊伍的隊 那個成員 然後那個愛心旁邊 就是你的協調啦 然後上面那個就是敵方的怪物 那要怎麼攻擊呢 就是 轉底下 一段時間內 可以自由移動你的珠子 對 那其實這個時間 就我玩起來 感覺是比手機長一點點 對 什麼意思 就是你可以移動的時間 轉珠子的時間 對 像是你連到三顆以上紅珠啊 那國屬性的怪物就會攻擊 這是同一間公司做的喔 也是公後做的 對 也是剛後做的 沒有剛後做的 是那個剛後 他們online online的部門做的 就是出那個 out of sight的那個部分 就是負責家機遊戲部分的 部門的人 你看他就是怪物會動耶 超屌的 而且攻擊的時候那個 攻擊的時候那個 效果超漂亮 嗯 還是 因為以前的手機板 他是一張圖片那樣子 對 他就只有一張圖而已 他現在是一個動畫了 頂多那個圖片會上下後動 對 抖一下 多抖幾下這樣子 那 怎麼樣會被打呢 就是敵人頭上的那個 阿抖 2 就是他在你再轉兩回合 他就會打你一下 再兩次回合 對 就會被打 如果沒有先幹掉他 就被他打了 沒錯 那你連三顆信珠就會消 就會回血這樣子 欸 那血條右邊那一條來 血條右邊那一條 但是這次不一樣的 另外一個 非常差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 我們每一隻怪物 他都有自己的技能 像是他可能會把 某種竹子 轉成另外一種竹子 OK 或者是 直接發動攻擊 那 以往這個技能要怎麼用呢 就是你進 迷宮關卡之後 成功消除竹子的回合數 會開始倒數 像是他可能 五回合之後 可以用一次技能 他是這樣倒數字的 那這一代變成說 他 在右方 這個五分之三嘛 就是這次的技能點數 那技能點數的意思就是 他全隊都共用這個點數 那技能點數就是 你只要轉珠 就是臉越多段 他就會累積越多 就有點像氣力機 對 然後就變成全隊共用 然後你每個技能 他都有設定說 比如說要三點 或者要四點 就可以用 就變成說 變得靈活非常多 就是以往可能 強大的招式 可能你要存個三數回合才用 這樣比較友善多了 對 高手的話一次轉個20 combo 就是瞬間 瞬間就集滿了 然後你就可以用非常厲害的招式 那這樣其實 好的 掰掰 掰掰 高手就會越強 高手跟那個 半水準的玩家 距離又有點打開 喔 有boss了 他還是實在嗎 大部分就是這樣 這是新手教學的關卡 對 這個新手教學的關卡 他的觸控玩起來其實 3DS出功蠻好的 我剛剛試轉你一下 其實蠻爽的 你在手機上轉 其實用筆 用筆轉還蠻爽的 不能用手 用手會 用手會卡 因為螢幕沒辦法 要握成那個鬍子 這樣子 不行啊 這樣玩會不會瘋掉 這樣轉 可是其實非常 我覺得自己轉起來 我是覺得很帥 而且因為我玩的手機 就是很小 我沒有手機很小 我都沒辦法用斜轉 然後每次斜轉都會失敗 那可能要用3DS 要玩會比較那個 不過其實這遊戲 雖然畫面 有些沒有玩的人 可能會覺得 欸不就這樣 可是其實 如果你有玩過手機版的龍族拼圖 你會知道 差很多 而且他本身的遊戲性 不是看起來那麼簡單 其中包含很多 需要思考的策略要素 要怎麼組隊 要怎麼配技能 戰略性能比較 戰略性能很高 不會像一般手機遊戲 其實就是點點點做做做做 他你六隻怪你要怎麼放 這件事非常重要 對 然後就是你要想 剛剛聊那件 太久之前 那什麼時候 那去去年的事了吧 黑畫面 我知道 稍等一下喔 我們這邊正常的 那要稍等一下喔 不是喔 一定出問題了 沒有我們這邊就是 系統的系統 我們這邊是正 停放一下下 好停放一下 到時候我們在Youtube上面 會是正常的 畫面回來了 畫面回來了 可以啦 那我繼續撈 感覺好像是twitch的問題 對 因為不是我們電腦的問題 好 豆腐已經繼續 好 哇 你再給他貓一拳 避槍 給他戳一下 真的喔 你看你都點Z人 隨便放 喔 好帥喔 好帥喔 根本就雷神嘛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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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喔 不過B槍我覺得 不算裡面 應該不算遊戲裡面的那種 很強的角色 之後應該會有更帥的 可能性能力很高 對 因為亡狼英雄更 也更帥 就是他的救急進化更帥 哇 這個我好像沒有在手機版的看過 對 這支是新的 這是貝咖嗎 看起來要來給他全雷達 對啊 對啊 看起來死不太痛 你應該一拳 你應該一回打不死他喔 打不死 好 給他貓兩拳 喔 打不死 這要打不死 這要打不死 只剩一分30秒 對啊 因為我們剛剛聊太多 聊太多天了 他寫好多喔 我們可以轉 放個招 有沒有加時間的招 沒有沒有 這支也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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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轉 上面 看一下 超高 超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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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記不好 而且他打人 我有被打他打過 還蠻痛的 這是泰坦喔 是嗎 泰坦變這樣子 泰坦變這樣 泰坦不是紅色那支嗎 泰坦不是紅色那支嗎 他名字寫在哪裡 其實我剛剛沒有看到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散出來的支 我剛剛沒有注意看 上面的對話狂 我也沒有看 欸 泰坦有多新的救急進化 還沒有 泰坦不是很肥那支嗎 對對對 說不定會出來 因為泰坦跟吸血鬼很可憐 對啊 這不是泰坦啊 我想說怎麼可能 因為泰坦跟吸血鬼很可憐 他們一樣跟那個 這個白盾必槍 他們他們一樣是那個 剩30秒啦 一樣是新轉色 可是他們一直沒有救急進化 然後一直沒有人氣 真的 好慘 有吸血鬼很好用 可是沒有人氣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跟他揍一拳好了 時間到了 應該打不死他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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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瑜伴超痛 哇 哇好痛喔 要死了你 我們也快要沒有時間 本來就要死 也死啦 你在揍不死他 哪天聊太久 是 他即使在特色列你看左上角倒數 倒數結束就沒了 嗯 我就把你踢出去 反正是訓練迷宮 對啊 欸不錯唷 那個招 暗暗陸戲拍很帥 對啊 那個每個怪出招比較像中帥 不是3DS版的有每一關都有時間限制喔 是因為我們在玩的是 挑戰 挑戰他是限時賽 他有點像就是大會 那個手機版也有 但是有點像比賽 就是比誰比較快過關的 他是讓你體驗的部分 那平常的迷宮還是要你可以慢慢想 對 而且他還有很多RBG要素 就是有迷宮啊 然後有寶箱可以拿 然後他會要你限制 就是叫你轉租技術性轉租 像是規定你只能連3COMBO 或者是你要幾個顏色連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才打得開這樣 有點像技術官 對有點像技術官 我們現在玩的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非常難 然後這是 火愛的救急進化吧 好帥喔 就是很帥 而且手機版沒有吧 手機版沒有 只有那個Digi夢的感覺 數碼寶貝的方 不知道到時候 手機版的會不會也是長這樣 應該差不多吧 帥 因為是同一個世界關係 哇賽 然後隊員就是 蒼霸 蒼箭啊 碧槍啊 然後這隻是新的喔 光業天使 光業天使 因為原本的 因為原本的那個 迴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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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盾嘛 他變成這一隻 打完這場 我們再來玩雷射超人 然後對 那個 那個朋友的隊員 是 就是光愛 這個 這個火愛救急進化 看起來像穿了 金聖鬥術 水奶 水奶登場了 我看起來 還是 手遮住重要部位 對啊 而且縮得很小 這角色為什麼 比其他角色要縮得小 對啊好小 大家想要看近一點的水奶 完全看不到 可以放大嗎 可以兩手 那個嗎 像iPhone6 上一幕沒有觸控功能 給他走 我想要看他怎麼攻擊 給他周旋看看 等一下讓他走一圈 應該不會死 還好啦 好 隨便亂弄一下 隨便轉贏可能 偷偷轉一下 有有有他扶出來 他有穿啊 有穿 一定有穿啊 這就是 18禁遊戲 哎呀 有了 有了 有 有 這就是 光哀的實力 超刺激 哇 死了啦 這個沒天降天降天活嗎 對啊 預購還沒有啊 我們目前沒有開這 不知道有沒有預購 不知道會不會 對目前沒這個 沒有看到 對啊 小玉他都是看男角 不是看女角 欸我有看這招 這個看起來 沒有我就說了啊 對啊 你們都不了解小玉 哈哈 自己超帥 我在看直播的人 就知道小玉是女角 哪有這樣 有有有 我上次玩那個 你把女角弄得很奇怪 哈哈 小玉他只是 小玉只是好笑的角色 對對對 男女同志 特別的角色 喔喔喔喔喔 這個剛剛看過 對這個 小玉追求的是 欸 我有變成那個 除氣槽 變成十分之七 對 所以他那個最上 他是可以增加的 上限的最大值 其實也不知道座佑金 那就是一開始 到時候才會知道 這還不知道到底是幹嘛 這個系統還有很多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的地方 沒有 因為這不是完整的 對對對 新龍的醜物可能是 未來要靠打迷宮 過關或得 因為這不課金嘛 你不用課金 你想課金也沒得課 對 欸 簡單說 其實3DS也可以出DLC 沒有DLC歸DLC啊 沒有DLC歸DLC啊 DLC買小道具啊 我以 以那個 以公後的那個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他們 應該不會出 對啦是沒錯 一個一個都來 POSE一個人 黑名單重播有問題啊 我還 我們目前沒有空處理 我有空處理 再把防守 好不好不好意思 黑街跟黑名單都是的 黑街跟黑名單都是的 但是在幾天直播 有出了不少問題 這時候你就被揍了 對啊 因為他們 強度有差 看到我們都一回合就打一次 欸轉這種 我其實不太會玩這種轉速遊戲 轉這個玩意兒 有什麼要求 他很像擠眼 其實是有時候不是很好 其實要練 要練觀察力 對 要觀察眼 有些玩家很厲害 他可以 他可以做 他可以邊排珠 邊 塞好珠 給下一輪做 那他可以預測 因為預測 平感覺大概是 下面會怎麼樣 對對對 預留好洞 對對對 那也會像以前玩那個魔法氣泡 那樣子 你用排好珠子 然後放下去 然後就把對手塞到死 其實這 你可以很輕鬆的 隨便玩 你也可以很技巧的玩 我覺得這就是轉租系統 他好玩的地方 就是比較適合各種玩家 剛剛剛剛有沒有聽到有 有有有 欸 哇他講話喔 有 我正面轉五顆沒也沒用 應該多 小馬聲多一點 我先轉到七顆出來 喔有了 有了 燒死了 欸 過關 BOSS BOSS是誰 造死 喔 我要捏一下閃電 欸 捏掉了 沒有那是動畫 沒有啦 他還沒有還沒還沒有要打我們 他先嚇嚇你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讓他揍迷拳 對對對 沒有看過這門 直接送黑 因為不用課金 不用燒石頭都好 不過這動畫真的蠻爽的 對啊 不過基本 我還是覺得 就現在的體驗版 我覺得畫面跟整個流暢度 還有在提示的空間 嗯 對 一定可以啊 他會對調 不過光系統 他弄成這樣子 就更多東西可以研究 對 他變成那個是一個 因為本來你覺得 手機板是一個比較簡易 可能會覺得比較簡易 但他弄成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一個大的RPG出來 變成一個大型RPG 他以後要推動畫 對 他有說要上 喔 失敗了 他都沒有出手 沒有了 再兩回了 我看到 我看到 好少喔 欸 你可能要快一點喔 因為時間快到了 好 讓咒師打一下好了 好好好 神奇寶貝會會直播 有了有了 趕快隨便轉一顆 讓他打 對 他要打人 喔 喔 70%重力 喔 喔 帥啊 要結束了 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 我想要打死他 可能有點困難 速轉 轉出來了說 如果你有啟動那顆技術說 你想要有機會 3 2 1 啊動畫來不及 還在跑動畫 欸欸欸欸 打死了 可是 因為他時間 因為他時間 時間在跑 哎呀 可惜 沒關係還好這是體驗版 對 還是有玩完啊 還是有把他走死了 四個都打完了 快 快 剛剛好 差不多 你看我們會爬半個小時 因為是體驗版 這真的差不多半個小時 內容還不多 之後出這次版 我們還是會排四波給大家 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J1的朋友玩 欸不會 我跟豆腐等一下要繼續玩 那個雷射超人 大家稍等一下 好 我們先轉一下 拜拜 大家稍等一下 我們會馬上回來 拜拜 拜拜